我現在呢 選一個按鈕 譬如說是MAKE好了 那選MAKE以後呢 我這邊呢 就是要把這個影像先去做一個 呃...游標移過去的時候 它會改變的影像 我把它做出來 所以呢 一樣用編輯裡面的 影像的 編輯程式的 它會開嗎 不會喔 還是會開 我也搞不太清楚 這個先關掉 果然啊 不會吧 我還要自己再訂一次喔 會不會太蠢呢 等一下 確定 哇 不會吧 影像 不能直接按編輯喔 那我選Photoshop 會開嗎 不會開 瀏覽 哇 又要再做一次喔 哇 天啊 這太白癡了吧 Photoshop 你在哪裡呢 Photoshop 在這邊 OK 好 我以為它會直接改耶 好 那這邊開了以後呢 我們現在就是 先把影像的模式呢 老樣子 改一下 影像模式先改 改成 RGB 然後這邊呢 Ctrl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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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呢 你就是看一下 你覺得這個地方應該要 產生一個什麼樣的變化 才能讓人家看出來說 哇 它是一個按鈕 所以我可能會 新增一個圖層吧 然後這邊可能也許我加一個 一個圓圈圈 或者是圓啊 或者是加一個方塊 一般來講 我們會加圓好像比較多 所以這邊用一個圓的一個選取畫面工具 Father 與畫色0個像素 然後Alt 加 Shift Lt 是什麼意思 就是中間 中間那個位置 你拖拉的第一個位置是圓形 Shift 是維持正的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正的 OK嗎 正圓 然後填上白色 你可以用編輯填滿 然後這邊設它是白色 確定 OK 然後再把這個選取範圍 就是這個虛線給取消 所以呢 選取裡面呢 先取消選取 取消選取以後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Ctrl 0 Ctrl Shift 0 糟糕 好像我都已經忘記這個快速鍵了 這個快速鍵應該是什麼啊 百分百大小 Ctrl 減好了 Ctrl 減 Ctrl 減 Ctrl 減 看起來好像點點有點強烈喔 我會把它的 Opacity 透明度先降一下 然後我會把它的位置 用移動工具 向左方向鍵稍微調一下 這樣子好像比較好一點 好 可以 所以這個是我的 Raw Over 所以另存檔案喔 另存新檔 那新檔的時候呢 這個檔案原來是什麼格式,我已經忘記了 在JuneWeb我看一下,他原來的格式是什麼 這邊有寫喔,這個image source,這是一個GIF 檔 index 05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呢,我可能 我要用GIF 檔嗎? 哎呀,好個問題啊,我看一下,我轉存 轉存為好了,剛剛是轉存為網頁 舊版,我現在用轉存為好了 轉存為,然後這邊一樣用GIF 檔 哎 哎 會不會太慢啊,老闆 GIF 然後這邊是 什麼地方可以改 哇,這完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改耶 新的版本,會不會太扯啊 呵呵 好,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改,那就儲存吧 轉存 那換個名字喔,index 05 然後這邊要加一個rollover 你一定要換個名字喔 而且要記得不要用中文 不要用中文,如果你要加線的話 所以加線要加底線 那一般來講,rollover 其實通常不會打這麼囉嗦啦 就是想說剛開始的時候,讓你這樣看比較清楚 清楚一點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rollover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rollover rollover以後呢 到Junware這個地方來呢 先做一個插入 這個東西要選 選起來喔 HTML 然後這邊要去找什麼呢 Mouse Rover Image Mouse Rover Image 然後這邊呢 我們再選 Before 或者是After 當然是 After Before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選一個標籤前插入 好問題 這個應該是 Before還是After 好的耶 阿哉 隨便啦 先設一個Before好了 Before 然後這個原始影像應該是Index 對不對 然後再Rollover是那個這個 對不對 然後再替代文字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當圖還沒有 網頁圖的圖還沒載入的時候 這個上面可以用文字先顯示 所以我們可以先顯示 Mac 然後按下去的時候 會到哪一個URL呢 這個就有意思啦 我們應該可以去 蘋果的網站喔 然後直接把那個存起來 Apple.com 然後存一個網頁出來 就是Mac 然後把整個網頁給存起來 但是理論上應該是存 會失敗啦 應該是會失敗 我們來存一看吧 應該有另存網頁吧 另存 新檔 OK 它是Mac 有沒有看到 好 所以我這個地方呢 我在桌面上選 Website Apple Apple 這邊呢 再開一個資料夾 是我的Mac資料夾 Mac資料夾 Mac 有沒有 開一個Mac資料夾 點進去 然後這個是存檔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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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所以它把整個網頁能存的都存起來 但是 真的能看嗎 不知道喔 因為這個都會扯到很多東西是 呃 它是怎麼設定的 所以這個 我沒有辦法保證 但是我最起碼是存的 存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 資料夾裡面 目前有一個Mac的一個網頁 然後裡面有一大堆有的 沒有的 JavaScript 還有CSS 還有JPG 888 一堆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呢 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試試看 先看一下 果然少很多 欸 還是可以看耶 好神奇喔 但是沒有全部的東西都出來 沒有關係喔 我們現在只是要 去告訴你 怎麼要去設定連結 所以這邊不是有一個地方 是按下的時候 它可以跳到哪一個URL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瀏覽 然後直接選Mac裡面的這個HTML檔 確定 然後再確定 然後這個時候 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先 存檔檔案 全部儲存 全部儲存 然後這個網頁呢 直接按F12 這個瀏覽的危險性很高 我會覺得你直接點Index看看 然後Mac在這裡 有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Mouse Rollover 有看到嗎 可以齁 那我們點進去看看 有沒有 可以連的過去了 OK嗎 所以你今天學會的 第一個是GIF動畫 第二個是Mouse Rollover 這很重要 就是我們游標移到某一個按鈕上 它影像會改變 那第三個是怎麼樣去連接 挑到另外一個網頁 OK嗎 好 好 那先這樣 我覺得今天其實也差不多到這裡了 所以你等一下 支持一下 好 游標